这些乡缺乏部落聚会所建筑空间的五鹤台地萨巴顶部落 经过部落争取加上乡公所积极奔走协调之下 国产署终于在上个星期同意拨用五鹤国小旁的国有地提供给乡公所 作为部落聚会所之用 消息传回部落全族欢庆也感恩 五鹤台地上的萨巴顶阿美族部落 即便是瑞士乡内最小的部落 但是在头目领导下仍依循传统办理部落一例信 头目带领阶层青年 以及部落妇女青少年牵手围城圈跳舞传唱祖先的文化叮咛 萨巴顶部落没有部落聚会所环境空间 因此年年借用社区活动中心广场 同时假设黑网就成了引力信的年纪场 简陋又不方便 部落族人是争取多年 再加上乡公所多方分总协调 今年终于露出曙光 这里的聚会所已经努力了三年多 那现在规传署在上个礼拜 已经把土地拨用给瑞士乡公所 那我们已经把我们这里的规划设计 的建筑案 那也已经绝标了 就在部落一例信之际 收到部落聚会所用地问题获得解决 堪称是乡公所送给扫巴顶部落 最好的引力信大礼 乡长陈静光进一步表示 国产署已经完成土地拨用 而乡公所也已初步完成设计规划 近日内将会再与部落召开规划说明会 听取族人的意见 盖出贴近部落族人需求的聚会所建筑物 记者是玉兰瑞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